旅长 赶了一天的路累了吧 要不要我帮您洗洗脚 不要 那我帮旅长更衣 不用 那 那我先去了 旅长 舅舅又上来了 丫头 今年多大了 十九 你都十九了 刚来的时候多大呀 那年我九岁 想起来了 刚来的时候 一个小丫头 长着水灵灵的大眼睛 老太太 一看就喜欢上了 全是托旅长的服 在家过得好吗 好 海棠愿意 一辈子留在家里 好 真是我的 真挺坏 我儿子回来呢 儿子 儿子 我儿子回来呢 儿子 儿子 前方仗打得怎么样啊 瞎打的 我跟他们说 反正吃亏的买卖我是不能干 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 往山沟里跑 不能把自己的队伍赔光了 行 我儿子不傻 赔本的买卖咱们不做 哪是 儿子 这年月呀 要没有队伍 站不住脚了 鸟 我还得跟你说一声 上次想劫你那帮土匪查清楚了 老虎山的 两个老虎那帮人 他还没死呢 您放心 早晚我把他给杀了 最好把他抓回来 我亲手砍了他 成就这么定了 儿子 我呀 算计你该回来呢 孝春儿子吗 爹的十年大忌 多大事我也得回来 海棠 没让回来这么半天了 还不泡茶呀怎么 这就去泡 你刚清静几天 怎么又唱上了 原刚,回来了 怎么也不打个招呼啊 让你管家呢 你管这是啥 你自己听 这个我也管不了啊 你看这老五去了一次 萧婷半个月 你呢 不下蛋的鸡 除了会吃还在干什么 你干什么 不快 亲自的 都不得了 几滴滴滴滴滴 要爱家 娘 睡地 是 你必須 你必須 一碗来心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吴 叫你呢 去 到老孙那儿去一趟 你跟他说 老子不许他在狼嚎 吕长别生气 我能不生气吗 这样他家里有大事 你还跟他说 再要是鬼哭狼嚎坏了我的事 我还真就不客气了 去不去呀 是 你滚 你来干什么 你这个骗子 你滚 小声点 我还要再大声点 我还要把柳天寺的事 全都让让出去 我一个人死多寂寞呀 我拉上你 给我做电费的 你疯了 我疯了 我能不疯吗 我 我在这个屋子里 打得多上天了 我能不疯吗 你等不及了 你想在这一套 你就是个大骗子 根本就没想救我出去 你怎么知道的 我根本就没听到任何动静 秋香 你要再这样 我就没法子救你了 你嚷嚷柳天寺的事吧 我不怕 吴奶奶 你别走 我听你的 你听着 但凡我有法子救你出去 你敢不敢跟我一起逃走 我敢 那你可想好了 万一再被抓回来 下场会更惨 我不怕 你发誓 我发誓 你要是救我出去 我这一辈子一定好好报答你 我不求你报答我 你听话 别再闹了 再等等 快 吴奶奶 我一定听你的话 我一定听你的话 但凡被他们抓住 歌识要都脱手 只听着当鞋毁害我 行啊 有两下子 你这一去他就不嗷嗷了啊 他被关了这些天了 唱几句戏 撒撒气也是应该的 行 辛苦 回去歇着 等一等 想起一件事 来 过来坐 坐上 凡儿 昨天我做一个梦 梦叫我儿子 儿子 啊 问你他什么了 他要飞 我就怕他飞了 我直拽他 我急得嗷直叫 最后他还是飞了 怎么回事啊 你没亏待我儿子吗 我每天好吃好喝的 怎么亏待得了他呢 那就好 别瞅着三个多月了 这肚子们也不见大呀 该大的时候自然会大呀 这马神仙来了我得问问他 梦什么意思 儿子为什么要飞呢 吴奶奶好 吴亮天尊 吴奶奶 一向可好啊 不好 怎么个不好法呀 本来挺好的 见着你就不好了 吴奶奶 您真会说笑话呀 哪有你会说话呀 你也配穿这身道服 骗子 二十年请 好 请 吴奶奶您回来了啊 大小姐来了 在屋里等您呢 大小姐 是 她什么时候来的 您刚走她就来了 大小姐 吴奶奶回来了 大小姐 大小姐 小蒜 甭找了 大小姐藏起来 跟我闹着玩呢 你先出去 大小姐 庞家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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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手给我 姑娘 好深啊 别说了 来 上来 小声点儿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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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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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挖这个洞是干什么用的 里面黑乎乎的 我摸了半天都没到头 庞家儿 五娘求你一件事 我这屋里这个洞 你可别跟别人说啊 五娘 五娘 你是不是想逃跑 没有的事 那你挖洞干什么 五娘挖着玩的 不对 五娘 你可别跑 你要跑了 这个家就没有人陪我玩了 好 五娘不跑 但是 我屋里这个洞 你可千万别跟别人说啊 五娘 我知道 你不喜欢在这个家里待着 我听我娘说过 你是被爹抢来的 那天你在马场 你就跑过一回了 现在 发这个洞 就是想跑对不对 就算你要逃跑 我也不会告诉别人的 因为你讲义气 在这个家里 我最喜欢的就是你 你比我娘都强 别乱讲 真的 我娘昨天晚上跟我说了 她说 她就担心你给我生出个弟弟来 担心有了弟弟 将来这个家的钱 就都是弟弟的了 不是我的了 我不想要钱 我倒是想要个弟弟 奶奶和爹都想要弟弟 胖眼儿 你是个好孩子 有些事 你长大了就知道了 不过现在五娘 就求你一件事 你挖的这个洞 不许告诉别人 没问题 包在我身上 拉钩 拉钩 瞧这脏的 五娘给你洗洗 咱把衣服给你弄干净 不能让别人看见 对 不能让别人看见 来 这个梦可不太好啊 你倒是说怎么个不好法啊 旅长 我上次跟您说过 咱们家的公子爷 那是吉星下凡呢 您梦见他要飞 那岂不是吉星要回天界 这可不得了啊 没看见他身子有什么不舒服 这就是个预兆 吉星给您提个醒 您要是当回事 用一些合适的办法 是能够把吉星留下来的 你倒是说呀 什么办法啊 那个 吉星在上届是荣华富贵呀 到了咱们家 可能有些不适应 尤其是在吴奶奶的房子里 是不是没有什么 能压得住朕的宝贝呀 这让你说着了 他那还真没什么值钱的宝贝 老太太送他一尊余观音 他给送人了 现在也不晚呢 您赶紧选两件好东西 送到吴奶奶的身边 吉星看着喜欢 自然就留下来了 说 什么好东西 珠子 公子爷来年降生 数龙 龙系珠 龙最喜欢的就是珠子 您要是有上好的珍珠 或者是这个 等着 马师姐 瞧瞧 两个月前得来的 叶明珠 那就太好了 您拿这颗叶明珠 让吴奶奶亲手缝着一个铺口袋 再缝到她自己的贴身衣服上 吉星自然就看见了 好 还缺什么 这吉星在上界吃的是鲜桃美酒 到了咱们家自然也不会太差 不过吃饭的器皿 肯定不如上界 这好办跟我走 来 神仙 你可真行 你是不是算着了我有这么件宝贝啊 无良天尊 老太太 贫道就是要讨您这件宝贝 舍不得 真有点舍不得 给你孙子押服 这要是别人指定不行 连看都甭想看 我孙子嘛那得另说 我孙子是吉星 将来呀指不定给咱们家带来多少金山银山呢 这金饭碗我就折的了 谢谢娘 海棠 上后边 把我那只金饭碗取来 是 放 好 旅长来了 大白天的锁门干什么 爹 花样 你怎么在这儿啊 旅长 我正跟大小姐说悄悄话呢 行 出去 你过来 海棠姐姐 这是什么呀 大小姐 这可不能乱动 这是老太太的要紧东西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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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着啊 这棵柱子放你这儿 保护好 自己亲手做个带子 把它装里面 然后贴在这儿 听明白了 这么贵重的东西 旅长给我干嘛 屁话 给我儿子的 拿好喽 马晨姐 那金饭放哪儿啊 带我算一算 无良天尊 在床底下 海棠 把那金饭给我拿下来 是 旅长 这是什么意思 我儿子的吃饭碗啊 儿子现在会用碗吃饭吗 废话 我儿子是极星 他当然会 旅长 就算儿子能用这个碗吃饭 你用着抱在床底下 没听见马晨姐嚷嚷 他说放上就得放上 让开 旅长 这样我来放 去 你一万一 记住我儿子 爹 让我来放吧 爹 是不是给五娘肚子里的孩子 吃饭用的碗 来 那放在床底下 聪明 让我来吧 最近我可着急了 就盼着五娘早点把弟弟生出来 我说 醒不醒了这个 大小姐放完真是最合适不过 这是彩凤昭龙 这极星可叫说什么都不会走了 来着 回来 给你弟弟放碗去 拿好 拿好喽 记住了啊 放到正中去 行 爹 我肯定放好 我肯定放好 来 再来 半个小时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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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听好了 我在吴奶奶的房间 放了宝贝东西 从今天起 谁也不许再进这个房 都给我看紧喽 听见没有 是 谁要敢乱闯 我剁了他的脚 再剁他的手 没事了 走 跟我喝酒去 无良天尊 旅长 这回您可以放心了吧 胖眼 你让五娘怎么谢谢你呢 不用谢 咱们不是拉完钩了吗 如果让我爹放完 就知道五娘在挖洞了 咱们就白拉钩了 好胖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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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好胖眼 好胖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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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我当时就觉得 对着妖孽不能太仁慈 可是旅长心疼四奶奶 所以才让我坐这铁笼子 她那是妇人之箭 你是不知道吧 这妖孽闹得老四想起来就唱 隔三差五的夜来唱戏 吓唬人 都出去 小枪 旅长 你来看我了 我以为你再也不会来看我了 旅长 旅家知道错了 你就原谅我这一回吧 旅长 旅家娘子是真傻呀 怎么就看着那么一王八蛋 那兔崽子的底下老子莫清楚 你还琢磨着 她到了西安能接你过去 做梦去吧 她在西安早就有女人了 是一老财主的女儿 她凭什么就到大帅跟前去做官啊 你为老财主肯花钱 你知不知道那丫头长什么样呢 崩豆的个儿 两百多斤 活脱一亩猪 你说你是不是瞎了眼了 不瞎了眼了 奶奶 跟了我那么多年 肚子没动静 你跟那王八蛋 偷了几回啊 啊 有了 你气死我呀 旅长 旅家知道错了 你原谅我这一回 我再也不敢了 你放过我 对 放了你 我 你跟没事人一样 我呢 活王吧 你看着高兴啊 给练不要练的东西 怪我 旅长 你看在咱们夫妻一场的情分上 你原谅我这一次 让我在这屋里多活两年 用不着两年 等你把那孽种生下来就把我气死 我没想起你 别这样 你要是真的生气 你给我找点药 我把他打掉 你说什么 打掉 我 作孽的东西 你是什么都敢想了 什么都敢干 来 你这种女人 早死早安生 我不想死 你给我听着 从今以后你再给我好一句 我立刻送你去戒严吗 刘智 把他上来 你房子 和你 sat 坐下 我不想死 你 在乎我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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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门开 祖师爷爷 我请来 山门开 山门开 祖师爷爷 我请来 山南西西下台 还是神仙定个时阵吧 那就明天吟识吧 天不能亮 既过了老太爷的忌日 又不能让这妖孽见新一天的太阳 好 就是这个时辰 远哥 行吧 听娘的吗 瞧你这一脸的不情愿 老太太 我知道你稀罕那狐狸精 这事又不用你去办 交给吉安 海棠 老太太 派个人把张吉安给我找来 就说我有事吩咐 是 老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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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太太过来了 好 您叫我 神仙待会就要走了 这次来 喂的是你肚子里的我孙子 神仙费费了不少法力 您也得谢谢神仙呀 谢谢神仙 神仙走好 吴良天孙 老太太 吴奶奶 贫道 告退 吴奶奶奶 我替雨长长话 闪开 吴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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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云庚来过了 她的样子可可怕了 她肯定是要杀我 吴奶奶 吴奶奶 你什么时候救我走啊 今天夜里 你怎么来 滴滴下来 好 孤 您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 我一定把这事办好 别忘了 寅时天还不能亮呢 弄得远远的去干 完了之后 找块地儿给他埋了 给他买一口厚实点的棺材 算是咱们老赵姐对得起的 都叫我的了 我去了 今天夜里咱们哥仨干件大事 让你们俩跟我一起干 说明我信任你们 也说明我表哥信任你们 今天夜里的事 你们要是走漏了风声 可别怪我不客气 张副官放心 我们哥俩都是董事的 要我们干吗 时辰未到 到了银时 你们就知道了 你需要大洪力的 给你走吧 你按照我 你倒虑 我还记得不来 你太可疯了 我尽管你 你再给他 毕丽 我还记得? 我还记得你 张副官 时辰到了 走 这儿没你们俩的 我去睡觉 是 洞底下斩 把手给我 我拉着你走 我听你的 门门 门 在这儿倒 别走 别走 我走不动了 你没听见大惊啊 平时到了 平时怎么了 我不走了 他们要你命的失筷 你要不怕死 你就留这儿吧 寸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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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再这么多图 从洞里挖出来的 往哪儿跑 跟刚才一样 抓住我的脚 你我的身边 你这样去死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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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好 五万 你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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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憋死我了 我以为我死里边了呢 你倒好 一点劲儿都不是 我有劲儿 我还往上爬呢我 这是哪儿啊 我们出来了 我们出来了 走 快走 走 四个人 一封 一封 我 衔要 那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夢醒求承諾 有些暗湧在心頭 你看不懂 愛總會留一遍 情回憶也不捨 過多少時間 多少月圓圈 當也不再是沉默的顏色 愛總會留一遍 情回憶也不捨 過多少時間 多少月圓圈 心慢慢融化 不再如天 愛總會留一遍 情回憶也不捨 過多少時間 多少月圓圈 當也不再是沉默的顏色 愛總會留一遍 愛總會留一遍 情回憶也不捨 任樂 過多少時間 多少月圓圈 心慢慢融化 不再如天